嗨,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乔治和我们一起分享恐龙奇葱蛋 还有复仇者联盟的奇葱蛋 现在我们赶快来拆开看一看吧 首先,我们要先拆一枚复仇者联盟的奇葱蛋 这里面会是谁呢? 打开来看一下 我们要把它给恢复成 这一个是谁呢? 打开他的衣服 啊,是钢铁虾 好棒啊! 他是一名战士 现在我们把它放到旁边 我们要来拆一枚恐龙奇葱蛋 这是一枚黄色的恐龙奇葱蛋 上面有一只凶猛的大恐龙 现在我们要把它打开咯 现在我们要把它打开咯 打开咯 这里面的宝贝是什么呢? 我们来拆拆开咯 我们来拆拆开咯 这个里面是什么呢? 哇,是巧克力豆 好棒呀!五颜六色的 香香的,甜甜的,脆脆的 给到好结咯 这是什么呢? 拆开来看看 这是一枚恐龙 我们需要把它给拼装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先把它头的部分拼装出来 头拼装好咯 接下来身体部分 拼装好咯 一只会飞的恐龙 好了,我们把它放到旁边 接下来我们再来拆一枚恐龙蛋吧 这枚蓝色的恐龙蛋里 这里会有什么呢? 巧克力豆 我们打开看看就知道咯 它的里面还会有一只小恐龙吗? 我们要打开看看才能知道 打开咯 这个也是巧克力豆 这个恐龙是什么呢? 这个恐龙是什么呢? 拆开看一看 它是夜光的恐龙哟 我们要先把它的头部拼装好咯 哇,口龙的牙齿 好蜂蜜呀 接下来身体部分 接下来身体部分 好咯 一只大恐龙拼装好咯 我们把它放到旁边 好了,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拆到了两只恐龙 还有一个钢铁虾 好了小朋友们 巧克力要给我们讲再见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